廖國豪昨天落網之後呢 在跟立委這個非常簡短的幾句的討論當中呢 他曾經講到說他之所以會有今天 要怪的是台灣的教育體制 他說呢老師都否定他 都不喜歡他給的答案 短短的兩句話可能在未來這幾天呢 會引發許多的討論啊 而這一番的話傳到了 國中訓導主任的耳朵裡面了 訓導主任說廖國豪行為偏差 其實受到父親入獄的影響很大 學習路上呢誤入歧途 畢業之後更是常不回家 老師怎麼樣的輔導 同屆的同學 有人可以考上醫學院 廖國豪卻落到這個地步 其實要自己檢討 我真的很不以為然啊 一句不以為然 這是廖國豪老師心裡最大的感受 廖國豪落網了卻大吐苦水 說是台灣的教育害了他 是老師不懂得欣賞他 真的是這樣嗎 他父親對他影響是蠻大的 哪一方面的影響 那因為他他父親入獄的時候 對他的影響是最大的時候 從畢業紀念冊看到年少時的廖國豪皮膚白 西俊秀 綽號是古豪爺 怎麼會料到古豪爺變成殺人嫌犯 這中間的轉折點 老實說他們都看在眼裡 師跟家長這樣互動做到這樣 然後他畢業以後甚至都沒有回家 對那錯在會是在學校跟家庭嗎 沒想到廖國豪落網一開口把矛頭指向師長 老師被冷箭射中忙著解釋 無奈又委屈 或許是他走偏了 但是他要了解他自己 該怎麼去面對這一些 廖國豪的同學有人考上醫學院 但廖國豪卻成了殺手 兩極的方向老實說只是怪罪教育 實在是不公平 中心有陳思遠徐一玲 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